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2月8号星期二 今天一大早就看到一个非常让我震惊的消息 其实我不应该震惊 因为上个月其实司法部就已经宣布了一个相关的政策 那今天拜登司法部就宣称说 现在美国面临一个加剧的恐怖主义的一个威胁 那这个恐怖主义的威胁的来源就来自于不实信息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判断 结合它前几个星期,我记得是上个月的时候 司法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 是对付国内恐怖主义的一个部门 你就可以看到到那他们是在一步步的对付日益觉醒的民众了 司法部发出来的这个声明就显得很明白 他提到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那由不实的信息 他说的是disinformation还有mall information 不实的和错误的信息 引起来的对政府的不信任 还有对这个和谐的挑战 这听起来好像是另外一个国家的说辞 再加上外国势力的怂恿 很可能会导致无休止的对政府的不信任 以及最后导致暴力 这是司法部的一个解释 那他关于这个什么是不实信息或者错误信息 他就指了两点 他说的很明白 包括新冠的不实信息 还有大选被盗选的这个不实信息 所以你看他这个不实信息 其实就是专门针对保守派来讲的 这个不实信息是他觉得 美国国内恐怖主义威胁会加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他认为第二个原因就是持续不断地呼吁对某些机构的攻击 比方说像对政府机构 教育机构 宗教场所 教堂 清真寺 犹太教的教堂等等 所有这些宗教场所 以及学院 还有新闻媒体 司法部门和军队以及对自己政治敌手的一个攻击 这是第二个他认为国内恐怖主义威胁会加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就是外国恐怖主义对美国基地的袭击 所以你看司法部的定义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外国恐怖主义对美国基地的袭击只排到了第三个 他们首要对付的就是不实信息和错误信息 也就是跟他们叙事不同的新冠的信息 还有包括大选倒选的信息 他们认为是凡是不认同他们观点的 就是不实的和错误的信息 所以他们是最大的威胁 其次就是要攻击这些机构啊 还有部门 包括新闻媒体 他们也甚至用了假新闻这个词 说那现在社交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个假新闻 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一个词 当川普总统在他的任内说假新闻的时候 那所有的媒体都攻击他 说他凡是不认同他的 他就说别人是假新闻 到现在拜登政府的司法部也堂而皇之地 用起了假新闻这个词来指代对方 那甚至是我看被川普和爱国者指为假新闻的这个CNN 还有CNBC MSNBC ABC所有的这些媒体 也指保守派的媒体是假新闻 所以假新闻就成了一个 就是你凡是不同意我 我就说你是假新闻的这么一个代名词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 就是你编都编不出来的 他们为了对付跟他们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为了取消我们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他们居然要动用司法部来把这些跟他们政见不同的人 意识形态不同的人 只认为国内恐怖主义 并且要对付他们 司法部我记得上周的时候我说过一个新闻 司法部专门成立了一个针对国内恐怖主义的一个部门 那现在他们就开始下手了 那国内恐怖主义到底是指什么呢 可不是指安提法 可不是指黑命贵 可不是指所有这些真正引起暴乱的和杀戮的行为 他们要对付的就是跟他们政见和意识形态不同的人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司法部现在已经变成了拜登政府的对付美国人民的一个工具了 而且是夺走美国人民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个武器了 就是这么的糟糕 那但是实际上他们也明白 这个新冠的谎言他们自己都杀不了多久了 那今天还有一个平行的消息 就是拜登政府今天开始宣布要重新计算新冠的住院人数了 在恐吓了所有的美国人之后 那他们终于决定他要重新计算新冠的住院人数了 之前我们都有过报道 那住院的这个人数的话 我记得纽约州的这个州长霍楚自己都承认 他说有40%的病人 实际上是因为别的病到了医院住院的时候 检测才发现有新冠的 那所以他们现在就在重新计算 到底哪些人是因为来到医院检测出了新冠的 哪些因为是新冠而住院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但是他们今天才开始做这个事 我觉得他们统计完之后很可能会放消息 说你看那新冠其实没有那么厉害 很多人其实是来了之后才得新冠的什么的 然后会逐步放开 因为昨天的时候那几个民主党的大州 特拉华州 康涅底格州 新泽西州和俄勒岗州的州长都宣布 计划在二月或者三月份的时候 结束学校内配戴口罩的这个强制令 那新泽西州州的州长就说那二月十五号的话 四类口罩强制令取消 那三月底的话那孩子在学校口罩强制令取消 这个是很荒谬的 因为学生的感染率是更低的 应该是首先取消学校的口罩强制令 而不是成人的 他们做事其实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那很多保守派的人士就分析说 第一那随着疫情的这个常态化 或者是流感化 那实际上民主党的这些州长们 尤其是像墨菲这些州长 他们都是2022他们要重新竞选的 所以他们不得不面对选令 所以他们赶紧就发布了这样的州长令 就说要解除口罩令 那当然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就是说你看这个住院率下降什么的 高峰期已经过了 实际上他们就是惧怕人民 就是人民的声音被听到了 他们无法阻挡人民的声音了 那现在你结合拜登政府 在重新计算新冠病人住院率这个事 你可以看到拜登政府也想掉转头来 因为民主党人知道 如果他们还在一意孤行 还在强制美国人民打疫苗 强制美国人民戴口罩的话 中期他们会有一个非常艰险的战场 和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结果 所以他们开始掉头了 其实我之前很早的节目我就说过 那有医生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 之所以新冠的病人有这么多 他说很多人其实到了医院检查出新冠 医生特别愿意给你检查新冠 因为检查新冠 你看比方说你是Medical 就是这个健保的这个计划 就是对65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有肾的疾病 不管什么年龄 或者是65岁以下但是他有这个残障的 他们使用Medical 那这个健保计划的医院 那他如果有一个肺炎的病人的话 那他可以从联邦拿到差不多5000块钱的一个claim 赔偿可以说是报销吧 但是如果他收集一个新冠肺炎的话 那他就可以从联邦要到13000块钱 但是如果这个病人又上了呼吸机的话 他可以要到39000块钱 所以就是几倍的比例 很多医院也乐得claim说这些病人是新冠病人 因为他们可以拿到更多的钱 那当时这个US Today 就是美国今日的这个报社还不相信 他们就去问了约翰霍夫金斯的这个医生 那个医生就说对的 他说这个听起来对我来说是很合乎逻辑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一个互相的利用 医院利用联邦保险系统的这个资金 民主党利用医院去炮制了一个虚假的假象 让美国成为了一个全球人谈虎设变的这个新冠重灾区 那现在的话他们不得不收尾 因为随着他们继续推动疫苗和口罩强制令 那更多的美国人就越来越不满了 因为两年大家已经疲了 那该得你早就得过了 我想两年来对付一个文艺是太漫长的一个时间 拜登在上场之前就宣称他要消除新冠 到如今他的这个因新冠的死亡率已经快高达 美国快高达100万人了 他入职的那一天是40万人 那现在也就是说他任职一年 因新冠而死亡的人 是川普镇内的150% 就是一倍半了 他有什么资格夸耀他的这个政绩呢 民主党怎么面对这个中期选举呢 所以他们就开始两手抓 一方面他们在司法部严正以待 继续对付所谓散布不实信息的美国人 然后一方面他们就在左手放开 试图重新赢得美国人的欢信 那美国人到底会不会吃他们这一套 那就要看中期选举的结果了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赞助订阅点赞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